让欧阳娜娜避之不及的人不是亲姐 而是范成正 2019年12月 欧阳娜的女范成正同时参加潮流合伙人 刚开始录制时 欧阳娜娜和范成正关系密切 欧阳娜娜没有衣服穿的时候 她甚至拒绝周扬青的好衣 穿上了范成正的衬衫 在后来的节目中 两人不止一次上演温馨的互动场面 原本以为他们将在节目中会成为好友 可刘雨昕的出现却导致二人的友谊出现了转折 比起走可爱路线的娜娜 很明显范成正和刘雨昕有更多的话题 刘雨昕也成为了其甲铃之后 范成正第二个愿意主动牵起手的女性 或许正是因为看见范成正与别人越走越近 欧阳娜娜不禁牺牲醋意 节目的镜头也时常捕捉到娜娜吃醋的小眼神 在一次吃饭过程中 陈伟霆聊到了未来女儿的话题 娜娜便借机Q了一下范成正 令范成正摸不着头脑 那你是不是一定会让你的女儿远离像范成正这样子的男生 这句话很明显是在吐露心中的不快 只是范成正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但没想到这句话却成为了舆论的导火索 也让范成正开始决情 当时网上到处都是欧阳娜娜与范成正恋爱的绯闻 2020年11月 范成正工作室发布律师声明指控造谣症 至于公司为何对CP粉如此决绝 只能说这段恋情根本不属实 而且两人的关系已经分崩离析 只是欧阳娜娜的工作室始终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虽然炒CP是娱乐圈惯用的炒作 但毕竟是假的 适当必先才能避免反向舆论 作为娱乐圈内最经济的Vlogger 欧阳娜娜娜的视频却尬到让人脚趾抠地 一个喝苹果汁的镜头 结果根本就没喝到 却要表现出很美味的样子 一句不超过20个字的话 硬生生插了两个英文单词 就是这样一个随时都能秀英文的人 却在给有道词典录音时出现了许多发音错误 欧阳娜娜享受着如此高度的关注和流量 而实力却让人难以信服 欧阳娜娜原本是拉大提琴的 在13岁领年考入科蒂斯学院 学习不到两年就退学 并在18岁进入了造型工厂伯克利 欧阳娜娜的琴技在国际顶尖的科蒂斯学院并不算抽跳 然而进入伯克利或许能为她进娱乐圈谱路 还能顺便享受别人对她琴技的夸赞 既然当不了顶级的大提琴手 不如退而求其次选择回国当艺人 于是欧阳娜娜的回国后 如愿进入了娱乐圈 可以演员自称的她 有认真对待演戏这件事吗 她的第一部作品是和刘浩然合作的 《北京爱情故事》 彼时的她还被刘浩然夸有悟性 可年龄上轻的她似乎把演戏看得太简单 又迫不及待地和陈学东合作《是尚先生》 可是演技却令人尴尬无比 这部剧播出后 欧阳娜娜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嘲笑 加油陆小葵的梗也成为人们的笑柄 17岁那年 欧阳娜娜又受邀登上演员的诞生 没想到让娜娜又再度成为众人眼里的笑话 只能说想走演员这条路 欧阳娜娜的修为还是不够 贾玲和范澄澄相差18岁 是怎么被炒成CP的 2020年《青春环游记》上 张雨健对着范澄澄说了这样一段心里话 特别羡慕像澄澄这样 就是很早可以出道 然后一开始就可以拍到很好的角色 其实 这并不是张雨健一个人的心声 因为在很多人眼里 范澄澄一出道就顶着范某人弟弟的光环 各种资源首到新来 根本不用费吹灰之力 但这何尝不是对范澄澄的偏见呢 就在众人沉默时 贾玲看穿了范澄澄的心事 并为范澄澄写了围 在听到这些话时 范澄澄微笑着看着贾玲 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 她却把贾玲当成了知己 之后 两人也慢慢成为朋友 有一次 丁雨昕到节目中做客 范澄澄还打翻了醋团子 看着贾玲和丁雨昕交流密切 范澄澄却在一旁十分落寞 由此可见 贾玲在范澄澄的心中有多重要 不仅如此 他们对彼此的了解也很深 当节目组询问其他嘉宾 我觉得林姐以她的性格 她会选择自己更爱的人 还是会选择更爱自己的人 宋小宝信心满满的回答 当然是自己爱的人 而一旁的范澄澄 笃定的说 是更爱自己的人 我觉得是更爱自己的人 对下 我总记得几个人说过 就是一个人对她好 她就会对一个人付出更多 那是改的爱情可不一样 那是朋友 反正我反正选择 结果证明 还是范澄澄更了解贾玲 轮到其他人才范澄澄 更偏向一线钟情 还是日久生情时 贾玲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前者 当杨帝辩解说 日久生情才是稳固的爱情时 贾玲反驳道 那你才不懂 等风能浪浪 随后 范澄澄亮出体板 贾玲打对了 两人会心一笑 终于知道 为什么加藩姐弟 这么受欢迎了